就怕端午連假还是有民众进到六月潭风景区游玩 于是乡长呼吁民众 尽量不要外出 避免造成疫情破口 等法医警戒解封或结束后 大家再出来玩 除了乡长跳出来温馨喊话 工作也结合派出所卫生所跟少竹部落青年 在11号下午设立防疫战 针对进入一达少地区人员健康管控 要求每位进入一达少的民众 都要使明智量测体温 因为我们在观光地区 真的是很不可以有一点点闪失 如果真的有的话 就变得很麻烦就对了 所以我们尽量可以做 为了不让新冠病毒在假期有扩散机会 于此将公所在月潭区 加强人流管控力大 但更希望民众疫情期间安分自律 避免将传染风险带到各地 原始新闻No 南投于此 超榜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